hello大家好 我是平平 上一期做了小龙虾 很多人对小龙虾的做法非常感兴趣 今天我再带给大家小龙虾的一种做法 我们现在先去钓龙虾吧 走 这小龙虾呢主要用到三个东西 线 路边捡的这个竹竿 还有这个肉 以我有限的智商都知道怎么把它连接起来 所以应该你们也会知道 我们把这个扔进去 观察一下这个线的情况 就知道有没有龙虾在吃了 然后就要再来尽快了 你再来尽快了 下次我们再来尽快了 吧 二人 一二三 二人 两个桃头 三人 感谢观看 捏这个尾部捏起来它是比较饱满的 就说明这个肉是非常的好的 上一次我给大家演示过 用剪刀把虾头去掉的方法 但很多人跟我说他想要吃虾头 那我这边也再演示另外一种虾方法 怎么处理 第一步还是一样 用这边的刷子 轻轻的这个刷 大家还是很明显能够感觉到 这个刷过和没刷过之间的差距的 左边的是刷过的 右边是没刷过的 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认真的处理一下 把这个虾的这个东西扔掉 把虾的这个虾剪下 这样就算是处理完了 我上次已经演示过一次方法 但是还是 上次已经演示过一次方法了 那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样的方法 就这样抓住他的小腿 把这个腮拔掉 把这个 把这个尾 把这个尾部的虾肠去掉 把这个虾头 剪掉 这个很脏啊 非常的脏其实 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不处理这个部分 有很多人跟我说 虾肠去掉了 虾肉就不紧致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家大排档 为了扣篮骗你的 据我的测试来看 不管是去虾线还是不去虾线 口感上的差异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你吃的时候 掰开那个虾肉 看到里面有一个黑黑的肠子 还是非常影响你的体验的 也有一种处理方法 是直接从这个尾部 把虾背给开开的 第一是好入味 第二呢 是吃起来更方便一些 而且你看这里面还有虾肠 直接把这个虾肠给去掉 OK 基本上这样就处理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蛮多的 上次教大家做麻辣小龙虾的时候呢 调料介绍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把调料都介绍一下 芝麻 花椒油 生抽 蒜 干辣椒 蚝油 13香粉 洋葱 糖 花椒酒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宝贝洋葱 这个蒜 只需要轻轻地把它拍碎就可以了 非常的棒 洋葱 比较难处理的一个食材 因为它会让你觉得特别刺激 会流眼泪 所以呢 我这边也教大家几个小技巧 能够让它好处理一些 第一呢 是往菜刀上抹一些水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 然后另外的方法就是 对它轻轻地按摩 让这个洋葱变得更舒服 这样呢 就不会太刺激 当然你还可以跟它旋转跳跃 我闭着眼 这样也可以 最最最好的一个方法 拍晕它 只要它一晕 绝对刺激不了你 备用就可以了 锅中下油 油的量要比较大 82年的山茶油啊 非常的棒 油温上来之后 把蒜倒进去 炒香 干辣椒 洋葱 让它慢慢地去炸香 把这个蒜 辣椒和洋葱 炸出香味之后 把龙虾倒进去 简单地翻炒一下之后 我们盖上一个锅盖 焖煮一下 继续往里面倒 花雕酒 五香粉 高汤 注意 一定要高汤 我是没有的 我就加水了 差不多能够快要没过龙虾的时候 这个水就可以了 对了 刚才忘了 刚才加的是五香 还有八香 再加八香进去 这样就是13香了 蚝油倒下去 舀一下这个汤 稍微地洗一下这个 不要让这个蚝油浪费了 本身我们在这个蚝油当中 就有比较多糖分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少放一点糖就可以了 一点点小葱 生抽两大勺 5克左右就可以了 煮20分钟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看一下这个锅 哇 隔着锅盖我就已经闻到了香味 太香了 我的天 哇 哇 浮夸 太浮夸了 OK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紧接着往这上面撒一些芝麻 做一些装饰 把这个龙虾汤倒一点进去 这样一锅 小龙虾就完成了 OK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尝一尝 不要打我 我知道你们吃不到 那没办法 我只能先替你们尝一尝 抓住这个龙虾尾 拧一下 然后你看龙虾头不要让我撅一下 非常的香 我最喜欢吃这个塞了 因为塞上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我小时候爸妈是这样教我吃筷子 从这个龙虾的尾部这样搓进去 然后一捅 一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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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个龙虾肉给捅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龙虾肉 这个就是咳 爸妈教我的方法 然后稍微再蘸一点汤 尝尝 哇 点赞 非常棒 大家可以这样剥 也是非常放松的剥 质感非常的弹 蘸上一点汤 啊 这样子 为你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虾的虾黄还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这边再教大家一个事法 然后这个龙虾剥开之后 用点力把这个 都捏断 有没有 用点力把这个骨头捏断 捏断之后抓住这个头 不行啊 可以可以 捏断之后就比较好剥了 比较好剥了 然后这样就出来了 哇 非常的简单 轻轻地蘸一点汤 哇 太饱了 太饱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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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